第八十七章 出手 宁世间 顾宝泉已经走近了 保养几好的虚胖脸上满满的酒意 肥胖的身躯几乎全部都倚在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侍女身上 而她的手正从那丫鬟腋下伸入衣裳内 老爷 回去吧 清秀俏烈的丫鬟脸色发白浑身发抖 眼中已是泪光盈盈 可是却不敢伸手去阻挡 那在身上肆意地守一下 只是颤声说道 回去做什么 这里最好 乖宝儿 敬老爷的话 顾宝泉眼中满是银线 酒气喷在那丫鬟的耳边 少女细腻的肌肤上立刻浮现了一层粉红 这层粉红让顾宝泉极为兴奋 张嘴就在那丫鬟的脖颈上咬了下去 丫鬟啊了一声惊叫 再忍不住躲闪 推开了顾宝泉 满腔情欲接醉意的顾宝泉突然失了衣仗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撞在凸起的石头上 不由大呼小叫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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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去叫人 给你抬软轿轿子来 丫鬟趁机说道 竟不带顾宝泉发话 撒脚跌跌撞撞地跑了 小梯子 给我回来 哎哟 顾宝泉喊了几声 那小丫鬟却跑得更快了 转眼就没了影子 这个小梯子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顾宝泉骂骂咧咧了几声 想要站起来 石头磕得腿疼 打了两个花都起不来 干脆转身坐下 此时他酒意上头 整个人都迷迷糊糊起来 想着那少女方才丰满的身材 嘿嘿嘿 可老爷 回去怎么收拾你 他嘿嘿笑起来 短小肥胖的手在地上抓了几下鸡血 嘴里嘟嘟囔囔的 不知道说些什么醉话 摇摇晃晃一时 整个人撑不住 干脆羊面躺在了地上 迷迷噔噔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觉得有人走动声 爱宝 可是回来了 快来 老爷想死你了 顾宝泉强睁开眼 一面伸手四下乱抓 呼的 觉得眼前一黑 就觉得冰凉失年的遗物砸在了脸上 吓得他酒醒了一半 张嘴就喊 这一张嘴 一条滑入泥袖的物体溜进了嘴里 顾宝泉大汗 伸手胡乱的在脸上拨了 那雾扑通一声跳开 发出咕咕几声闷叫 是什么东西 顾宝泉想去看 就觉得脸上 眼中 嘴中 火辣辣的疼了起来 疼痛火烧火燎般蔓延开来 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嘶哑怪异的叫喊声滑破了梅林的安静 消息传来的时候 族长顾长春正坐在烧着的地笼上打盹 因为父亲效忠 不能请戏班子 这个年过得有些无聊 他的夫人坐在一旁 看着小丫头给他捶腿 一面絮絮叨叨的说些琐事 三日一小宴 五日大宴 四次衣裳不同 就连斗篷也换着样 眯着眼的顾长春颇有些心烦 你们这些妇人们活一辈子就一件事惊心 他坐起来摆摆手 示意小丫头退下 看了眼自己的夫人 衣裳 头是不就几件衣裳而已吗 瞧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样子 没见过世面 这可不是几件衣裳而已 族长夫人狠不赞头 横了丈夫一眼 你可别小瞧这几件衣裳 那其中的意味可大了去了呢 哦 有多大 郭长海妈妈精心的道 看着自己的手 族长夫人才要说话 就听到外边闹哄哄的 有哭的 有喊的 这大姑娘的成什么样子 她顿时拉下脸来 夫人 夫人 老爷不好了 一个婆子慌急地冲进来喊道 顾长春重重地咳了一声 婆子打了个机灵 忙扣手告罪 什么事啊 族长夫人问道 保全老爷不好了 婆子脸色又红又白 啥是怪异 顾长春文言也吓了一跳 忙作证问道 不说 保全才给我吃了酒 又嚷着要去赏煤 那里不好了 瞎了 眼睛 婆子匕首画脚 汗有嘴 嗓子也哑了 大夫已经来了 正看着呢 只说不好 这一下顾长春和夫人都站起来 一脸震惊 快 去瞧瞧 二人跟着那婆子 忙忙地出门了 顾长春夫妇过来时 大夫已经瞧完了 正在写药方 小小的花厅外挤满了人 这一次 女人们多数在外面 而男人们则在屋子里 屋子里传出了顾保全嘶哑的叫声 到底是怎么了 顾长春走进屋内 顾保全的夫人 并七八个小气 都围着正哭 乱成了一团 老爷 大夫跟他熟悉 便忙说道 吃中了蝉毒 蝉毒 顾长春愣了愣 他虽然不太清楚 蝉毒是怎么回事 但也知道 如今这使令 蝉除这东西 可是不常见呢 好好的 怎么会中蝉毒呢 他沉脸鹤问 目光扫过屋子里 顾保全的兄弟 此职 并一众小妾通房 顾保全的夫人 哭着站了起来 从两个壮仆腹手里面 拎过了一个 瑟瑟发抖的小丫头 一脚踹在了屋正中 他说 都是这小蹄子做的怪 他哭道 即刻 就有两三个小妾 扑上去撕打那小丫头 小丫头抱着头 哭喊冤枉 屋子里顿时 又乱成了一团 住口 好好说 顾长川沉声喝道 屋外的夫人们 都挤在门外边 竖着耳朵 听里面的说话 但听到那小丫头 哭哭啼啼的说 什么老爷要拉我去 醉卧什么的 都低声笑了起来 后来呢 后来呢 站在远的人听不清 拉着前面的小声问 后来 自然是石榴群下 做鬼也风流了 前面的人 转过头 低笑道 哎呀 好好说 那人拍他 那丫头说自己 害怕跑了 想去找人 来抬老爷 结果 再回来 就见老爷 这个样子了 人低声笑道 这不等于 什么都没说嘛 众人皆是不满意 还要再问 屋内已经散场了 几个子侄哭丧着脸 将大夫送了出来 一则 耽搁久了些 二则 这残毒量极为量大 先吃药 用紫草水洗着 不过 这眼睛是 哎 大夫摇头叹息 余下的话没有说 但大家都明白了 顾宝泉的子侄们顿时 脸色更难看了 奇怪呀 这大冬天的 鲨鱼怎么流出 如此多的枝叶 真是稀奇呀 大夫摇头晃脑 从曹氏身边过去 一脸不解的去了 曹氏身子一顿 脸色顺时惨白 正住了 紧接着 小轿子抬着顾宝泉走了 出了这事 宴会是办不下去了 众人呼朋唤友的 各自散去 四夫人 有人拍了拍曹氏肩头 关切的问道 身形微微发抖的曹氏 忙得回过神 似乎受到什么惊吓般的 往后退了几步 怎么了 前面和气的夫人 关切的问 眼里满是担忧 啊 啊 没事 曹氏强笑道 一面扶着胸口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园子里有鲨鱼 夫人文言笑了 挽着她的胳膊 向外走 一面笑道 这我可不知道 传鱼 传鱼是什么呀 此夫人见过没 曹氏心不在焉 被猛的问了一句 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啊 啊 没 没 我 我没见过 她白着脸 急急地收到 哎呦 你可是被吓坏了 夫人瞧她的反应 吃吃笑了 此时走出院子 看到一个少女和公子 迎面而来 便拍了拍曹氏的手 你家小姐和少爷来了呢 娘 顾十八娘和顾海迎了过来 先对那夫人失礼问号 看着她笑着走了 才忙一左一右挽住曹氏 瞧着她神色不对 忙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曹氏抬眼睁睁地看着顾十八娘 顾十八娘冲了一笑 似乎有些不解 你的手帕呢 曹氏看着女儿呼得道 嗯 我不小心弄脏了 就放回家了 又换了一条 顾十八娘笑道 以马从腰里拉出了一条 蓝圈帕子 晃了晃 你还换了鞋子 曹氏低头 声音都有些发抖地说道 顾十八娘呼得不说话了 看了眼 因为走动时 而露出来的绣鞋 哦 妹妹踩了一脚血 将鞋子都湿透了 所以我陪她回去 顾寒有些不解 不知道娘问这个做什么 忙说的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曹氏猛地甩开他们 目光直直地看着顾十八娘 嘴唇抖个不停 顾十八娘看着母亲 神色沉沉 路过的人看到了 头来好奇的视线 曹氏回过神 虽然脸色依旧发白 但伸手拉住了女儿儿子的手 快步前行 顾海有心说说 方才发生了有关顾宝全的事 但察觉到气氛似乎不对 便知趣地没有说话 在一路怪异中进了家门 仆妇接过他们三人的斗篷 地上暖暖的手炉 你们去做点吃的摆在厅里 曹氏吩咐道 仆妇应声退出去了 门被引上 娘 顾十八娘走上前一步 轻声唤道 跪下 曹氏猛地转过身 指着顾十八娘喝道 她的双目胀红 浑身发抖 顾海吓了一跳 娘 出什么事了 曹氏没有理会的 而是紧盯着顾十八娘 顾十八娘一言跪下 顾海欲言又止 神色焦急 你说 是不是你干的 曹氏声音干涩 颤抖着问出了这一句话 是 顾十八娘抬起头 神色淡然 这件事 果然还是没有瞒住母亲 那其他人 会不会也察觉了呢 顾十八娘脑子飞快地转动 再一次将事情的经过 重放了一遍 幸运的是 顾宝全的畜生 有心做龌龊事 特意选了个没人的地儿 再加上 身边的人 可能已经得到吩咐 不仅不敢来打扰 反而防着别人闯过来 因此 这罪卧四周并没有其他人 而自己行事小心 再加上 顾宝全醉得迷糊 并没有让人看到自己 他可以确信 这件事没有任何痕迹 留给旁人猜测到他身上来 娘之所以一下子猜到 是因为那缠毒的缘故吧 想来这合族大众 能顺时制出大量缠毒的人 只有自己了吧 而知道这个的 也恰恰只有曹氏 伴着他这一生事 曹氏整个人抖得筛康一般 他靠翘后退 跌坐在了椅子上 顾海大惊 蒙上前扶他 焦急问询 你竟然 你竟然去害人 曹氏捂着胸口 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泪如泉药 确切地说 是杀人 他知道 顾十八娘也知道 缠云有毒 方才那大夫说了 能要人命的 天哪 他养了个什么样的女儿啊 没害死 顾十八娘的声音 带着几分遗憾 你这个 这个 不孝女 曹氏气急攻心 猛地站起来 颤抖的手指着他 眼一黑又坐了下来 娘 顾海摇着他的胳膊 到底是怎么了 曹氏还没有答话 他正正地看着 眼前跪着的女儿 神色如此坦然 眼中竟然还带着笑意 曾经清秀温婉的眉宇间 凝结浓浓的力气 那嘴边的笑意 让人不由地寒意顿生 这是他的女儿 这个真的是他的女儿吗 从曾经的随意说杀人 到如今果真动手了 他 他怎么做得出呢 这是人 是人命啊 我打死你 这个畜生 曹氏只觉得气血上扭 他抓起桌上的手炉砸了过去 娘 不要啊 顾海大惊 伸手一挡 带着探灰的手炉 在顾海胳膊上一半 擦着顾十八娘的额头 飞了过去 娘 顾海扑通地跪下了 抱着曹氏的腿 娘 妹妹 妹妹怎么了 你千万息怒我 妹妹还小 有什么不对 你教她 骂她 真是别打她 妹妹身子弱 又操劳如此 她 她经不得打 你要打 就打我吧 顾海 顾海说着 想到妹妹这些日子的辛劳 想到家境的地下 天上的变化 放声 大哭起来 直直跪着的顾十八娘 泪水慢慢流出来 眼中如同冲雪般 通红起来 是的 是我干的 我挖出了蝉鱼 是我敲出了蝉梳 是我砸在了那畜生脸上 只可惜太匆忙 蝉梳梳出的还是太少 你又要了她的命 她抬起头 慢慢地说道 顾海停止了哭 惊恶地回头看着妹妹 你是说 今日的事 是你 她不可真心地问道 是我 顾十八娘淡淡地道 为什么 顾海震惊地 她想到方才出现在 自己眼前的妹妹 脚下的沾满了泥乌的鞋子 仰着手里的泥乌的帕子 对自己露出明媚的笑脸 哥哥 陪我回家换换吧 她说的是那样轻松随意 神情那样欢悦 谁能想到 那一刻她刚刚差点 要了一个人的命啊 这是什么样的心智 才能做到如此 杀人夺命 谈笑间 她的妹妹 连看到杀鸡都能哭上半天 顾十八娘看向曹氏 因为她不死 就是我们死 你说什么胡话 顾海说道 而曹氏却是一惊 她想到了什么 不由地 攥紧了领口 看着女儿 你 你 你那一日 看到了 顾海听了 又惊讶地回头看曹氏 顾十八娘闭上眼 泪水 迅猛而下 她何止是看到了那一日啊 她还看到了以后 十八娘 曹氏声音带着疲惫 娘知道 你是为了娘 可是孩子 你可知道 你这样做 会害了你自己的 你要是有个什么不思 娘还活着 有什么意义 娘还 怎么活呀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 多么莽撞 多么草率 你知不知道 这有多危险呢 曹氏说着 颜面痛哭 都是娘不好 都是娘下去 娘 顾十八娘猛地喊道 打断了曹氏的话 她的双目通红 跪着前行几步 不许你那么说自己 不许你那么说 你没错 是他们该死 是他们该死 谁想要害你 我就让他们去死 谁要害我们 他们就该死 她看向了曹氏 又看向顾海 心中剧烈挣扎 哥哥 她沉声说道 你不是问过我 在我那个噩梦里 我们是怎么死的吗 现在我告诉你 并且还要告诉你 那不是梦 而是真真妾妾的现实 将她突然又提起 这件事 曹氏和顾海对视了一眼 眼中满满的担忧 他们以为 她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顾海想说话 故事把娘抬手 制止住她 在梦里 娘就是被这个 固堡权 羞辱 为了证明清白 为了保证你我生日 自己身亡 哥哥 你为了给娘报仇 闯进了固堡权 却被栽赃杀了一名丫鬟 又送到了官府 受尽酷刑 疾病产生 出来后 死在了我的怀里 我读获三年后 嫁入沈家 七年后被休憩 自己在沈家大门外 她一句一句说了 原本止住的眼泪 又流了下来 娘 我们都死了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顾宝权 曹氏和顾海 背的的话震惊了 虽然聊聊几句 但顾十八娘的语气 如同巨石 压迫着她们 几乎无法喘息 十八娘 这 这都是梦啊 曹氏按着胸口 脸色发白的说道 不 这不是梦 顾十八娘 抬起头看着她 双目赤红 泪如心血 这是命运 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命运 这是女儿亲身经历的命运 娘 我不是十八娘 曹氏和顾海 神色惊讶之极 看顾十八娘的眼神 如同风魔 顾十八娘 看着她们的反应 在预料之中 确切地说 我是十年后的十八娘 也就是说 其实 我现在不是十三岁 我死的时候 已经二十三岁了 她说的 最后一句话 神情怅然 不原本以为我死了 也就死了 没想到 睁开眼 竟然看到了娘 看到了哥哥 没想到 我回到了十年前 娘 说到这里 故事把娘情绪汹涌而出 颜面 伏地大哭 不原本以为我死了 不原本以为我死了